大家好,現在要來介紹怎麼樣用吉他演奏Bassanova這個節奏 要演奏這個節奏,第一件事情是要知道Bassanova這個節奏是什麼樣的形態 第二件事情是要看你在表演或錄音的時候編制是怎麼樣 一把吉他演奏Bassanova跟兩把吉他或者是加上Bass加上節奏樂器 甚至是一個更大編制的樂團 各種不同的編制都會影響你的彈法 我們先來講最基本型的Bassanova是什麼樣子 Bassanova又簡稱為Bassar 基本的構造是有兩個聲部 有低音的聲部跟高音的聲部 我們先來確認一下低音的聲部是什麼感覺 我彈在第一拍、第二拍的後半、第三拍跟第四拍的後半 所以聽起來會是這樣 1 2 3 4 再慢一點 1 & 2 & 3 & 4 & 所以唸快一點的話是1 2 3 4 這個是低音的聲部 接下來是高音的聲部 最常見的狀態是 演奏在第二拍以及第三拍的後半拍 我們就以這個型來做為基本型 試試看 1 2 3 4 再一次喔 1 & 2 & 3 & 4 & 1 & 2 & 3 & 4 & 這個是高音的聲部 Bassanova在演奏的時候 負責低音聲部的樂器跟高音聲部的樂器 兩個會依照剛剛的方式各自演奏 但是組合起來就會成為Bassanova的律動 所以我現在試試看 要用一把吉他分別演奏低音的聲部跟高音的聲部 1 2 3 先低音喔 1 2 3 4 1 2 3 4 然後把高音加進來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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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用哪一種和弦 低音我基本上會用跟音來彈 然後高音可能用和弦的 如果看你的和弦按法 可能是用吉他的1 2 3弦 或者是另一種想法是 我用高音的7度音 3度音 但基本上低音我會用跟音 有時候再多加一個5度音進來 像我用Cm7這個和弦 就是C這個音 它的5度音是G 所以低音我就可以用C跟G這兩個音來組合起來 例如像 1 & 2 & 3 & 4 & 1 & 2 3 4 1 2 3 4 跟剛剛的高音 跟剛剛的高音結合起來會變成 這個是Bassanova的最基本型 我現在用Blue Bassa這首歌的和弦 來套用進來 第一個和弦是Cm7 第二個和弦是Fm7 第三個和弦是Dm7降5 再一個和弦是G7 它另外還有幾個和弦是 降Em7 降A7 Dm7 用這幾個和弦來組成 我會把這個譜附在我的網站文章給各位看 關於M7的怎麼按我好像還沒教過 我會盡快的把這個影片補上來 我先彈一下整個Blue Bassa 16個小節微循環 然後基本上操作的就是Bassanova這個節奏 1,2,3,4 1,2,3,4 最後一個G7 今天先講到這裡 很快的我會把M7的按法告訴大家 還有Bassanova後續的一些衍生的方式 還有怎麼樣依照各種不同的編制 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Bassanova A7 A7 Bassanova A7